说起王丰跟张子怡大家都不会陌生了,王丰跟张子怡虽然结婚已经很多年了,就连女儿都三岁了,但是很多网友却不清楚,两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? 就在最近不久,张子怡在节目中爆料,一开始妈妈不同意,她跟王丰在一起,而且在家中不敢提起王丰,因为王丰的感情历史特别丰富,她跟张子怡结婚之前就有两段婚约。 王丰跟前妻跟慧姐有一个女儿叫做小苹果,当时张子怡的母亲自然不同意女儿交给她,而且她的妈妈也是一位传奇人物,目前持有万达一千八百万的股票,名副七十的富婆,不少网友表示,难怪看不上王丰。 在两人的坚持之下,张子怡跟王丰搬到了妈妈住的楼下,好久不见岳母的王丰,两人一见如骨,而且张子怡的妈妈,也被王丰打动了,从而接纳了王丰,两人的关系非常不错,而且还是手牵着手。 好